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3月3日礼拜五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话说继美国能源部之后 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也都正式表态 认为疫情很有可能是源自中国武汉实验室的泄漏事件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的时候就说 美方应该是尽快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 邀请国际的专家去到美国进行病毒溯源的研究 中方是坚决反对借着病毒溯源的问题 搞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 另外美国首富马斯克在推特上转发了一条贴文 他质疑白宫防疫顾问福奇 为什么要资助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研究 这一项的转发就遭到了官媒的点名 炮轰马斯克试图是吃中国的饭 摘中国的窝 而微博也是全面的配合 在热手榜上的第一位 竟然间是出现了推特崩了的字样 好了在讲到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议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美国能源部 和FBI最新的说法是怎样的 据华尔加日报的报道所说 在过往 美国能源部一直都表示 不能够确定病毒的源头是来自哪里的 但是今次部门一改口风 就是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凯恩斯的办公室 一份文件更新是有关的 尽管这份文件就被标示为 只有低度的把握 但是只导住多个高级生物学研究实验室的 美国能源部 却是因此改变了立场 意义非常之重大 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克里斯托弗雷 Christopher Way 在日前提到 FBI认为 疫情很有可能 是源自于 中国武汉实验室的泄漏事件 他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 就说 FBI已经评估了这件事 相当的一段时间 这次疫情的起源很有可能 就是武汉一个潜在的实验室事故所引发的 采访当中 克里斯托弗雷局长 也指责大陆政府试图不断阻撼 美国调查疫情的起源 他就指责大陆政府 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来阻撼和混淆他们的工作 这个对于全世界人来说 都是一件不幸的事件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就说 FBI较早前 已经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 那一份文件被标注为 有中度把握 那何谓中度把握和低度把握呢 纽约时报就引述了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显示 中度把握的定义就是 一则资讯可能有多种的诠释方法 或者还未得到充分的证实 而低度把握就表示 资讯是较为不足 零散或者是有缺漏的 暂时难以做出可靠的分析 虽然美国官员拒绝评述 美国能源部改变立场的新情报内容 但是也透露了一件事 就是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 是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 而归纳出同样的结论 所以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 虽然用上了不同的方法 来进行调查 甚至乎他们所接收回来的资讯 也未必是完全一样 或者是重叠的 但是 他们的调查结果 归纳了出来以后 就是将病毒的源头 指向了武汉实验室的一宗 事故当中泄漏出来的 当然啦 泄漏出来的病毒 究竟是人工合成的 还是自然来产生的呢? 其实我认为还有一个讨论空间在这里 因为在暂时已知的那些讯息 都未曾对这一件事有个订论 但是无论是合成的也好 或者是自然的也好 反正呢 现在能源部和FBI都说 是实验室泄漏出来的 当人家有了这样的判断的时候 一旦真的要追究责任 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 大陆就责无旁贷了 就算说这种病毒是自然生成的 有可能就是说 有一些实验员 他们就从自然界里面 获取到这种病毒 然后就拿回去实验室进行研究 但是不知什么的原因 就从实验室里面泄漏出来 当然这个原因又可以去调查 但是这个泄漏本身已经是有问题了 所以从美国的角度去看 他只要有足够的证据来判断得到 病毒的确是从实验室泄漏出来的 他已经是可以知道责任随属了 哪怕那个泄漏是故意的也好 不臣的也好 或者泄漏出来的病毒是 合成的也好 天然的也好 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最重要就是这种东西究竟是 洩漏出来的 还是天然散播的呢 洩漏就是不是自然散播 是一个事故来的 现在别人表述得很清楚 至于美国能源部或者是FBI 掌握了什么具体的证据 他们就没有逐一表述出来 可能牵涉到一些机密的资讯 或者要保障资料的来源 又或者是担心一旦公布出来的时候 就会遭到韦斯灭跡等等 人家情报机构有很多他的考虑 我就觉得 他们选择暂时在现在这个时刻 不去公布相关的信息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到他们真真正正要将这件事 把进去议程上 可能真的要在国会里面推动 所谓的罪责甚至是索赔的时候 他自然也要将这些证据摆上台面 他不可以这么说 他指控人的时候 他就要提交相应证据 可能那时候就会浮面了 现在这一刻他不说就很正常了 因为说了出来的时候 恐慌可能会对于那些爆料人 会构成危险也不奇怪 或者会被消失等等 实际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现在这个表态 在特朗普总统时期的时候 他也说过类似的事情 因为本身克里斯托弗雷 就已经是做了好一段时间的FBI局长 在拜登上台之后 他就是获得延任的 FBI局长就很有趣的 从来都只有是无党籍的人士 或者是共和党籍的人士来担任而已 就没试过有民主党人担任的 所以这个克里斯托弗雷 他在2020年的时候 就着病毒溯源的问题 他也有说过类似的方向 就说是洩漏出来的 所以这些说法不新鲜 那时候特朗普总统就叫那些情报机构去查 如果大家有印象记得的话 但是当时的说法就是 情报界在经过调查以后 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是不一致的 拿不到一个共识出来的 就是这么说 到后来特朗普总统也要卸任了 所以到拜登上台 好了,现在又将这件事摆上台面了 所以这不是新鲜事 实际,早在特朗普总统时期 有很多事情 他所推动的 后来也证实了他是正确的 我不是要专专帮他说话 比如说当时他已经三番四次提醒德国 你不要依赖俄罗斯能源 你不要只依赖北溪管道 但是当时欧洲就批评他 你只顾着推动美国的能源 当时还加强了从俄罗斯进口能源 就是说1819年那段时期 对不对,当时提了 另外特朗普总统就说 你欧洲那些国家 要相应地提高军费 就是他叫其他北弱成员国 你不要这样压缩军费 就是所有东西都放在美国的责任上 事实上现在不是放在眼前呢? 只不过就是说当时特朗普做总统 那些独裁国家才说 不敢乱说乱动 不敢造次而已 因为一来特朗普总统 他就是一个不按张法来出牌的人 他使得那些敌对国家 很多东西都估计不到的 二例 他是善于利用非军事的手段 来解决问题 三例 特朗普总统如果他真的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他不是只说的 他真做,真做 你看伊朗的苏来曼尼 就是死于MQ-9无人机之下了 所以那些独裁者怎会不担心呢? 他丧了 就是在那些独裁者的眼中 不敢得罪他 搞到普京啊 金正恩就不得罪了 那时候没有打大仗 但是现在当然了 不同的世界 很多事情事后证明 其实他的很多政策 根本上就是正确无误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 他要在贸易上、经济上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使得中美在经贸上逐渐脱欧 叫那些企业 不要再在大陆那里加注 你的产业链、供应链 开始要慢慢向其他国家转移 他说这些事的时候 就已经是四、五年前了 到了他卸任之后 现在三年的时间 结果全部他说的是不是全部都中了 那些企业现在其实都是要迫住根 他没得选择 因为他已经尝到铁拳之味是怎样 所以有些事情真的没办法 他看东西是高瞻远足 这事要承认的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大陆的回应是怎样了 真是精彩的 大陆的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记者有关FBI 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最新言论的时候 强调了两点 第一 中国始终支持和参与 全球新冠病毒科学溯源 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 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 这件事也是有趣的 之前世卫组织就试过一次派员去大陆进行调查 但是外界就一直质疑了 大陆对于这个世卫组织的调查 是很不配合 而且是有很多干预的 比如说 在2021年的2月12号 华尔加日报就缓引了世卫组织的调查员所说 大陆当局拒绝向世卫组织的调查员 提供早期病例的原始个人数据 世卫组织调查员就认为 这些原始数据是可以帮助得到他们去确定 病毒是怎样和是何时开始从中国传播开去的 这些原始数据到现在这一刻都不给人的 很神秘的 全部收藏了 为什么你不给他呢 既然大陆坚持不是洩漏的 你让他看看嘛 是吧 就不给他看的 不就是怕什么 怕着有错漏等等 让别人看到 有些东西不对 索性不错给他看 好了 去到2021年3月30号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要求 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有泄漏到病毒而引发疫情呢 要重新进行调查的 他就同时公开批评大陆当局 没有给到国际专家足够的信息 谭德塞总干事说他不引述 对不对 谭德塞以前 就一直都被人说他亲中的嘛 亲中的都 对你两个人 好了 以美国为首等的14个国家 就指控大陆防外国际专家的调查工作 而更重要的就是 美联社当时揭发了 原来在世卫组织 派到大陆进行调查的 其中一个专家组成员 他就是生态健康联盟的领导人 达沙克 他是一个美国的科学家 同时 透过生态健康联盟 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了 最少六十万元的货金 给他们做经费的 又长期为中国辩护 喂 这个达沙克是很有问题的 他是认识石正丽的 后来被人揭发的 就是找他去查 那查什么才行的 所以后来谭德塞说 拿到报告以后 不行 你要再对于武汉病毒研究所 再查过 因为你瓜田里陷 你找个达沙克去查 这就是所谓第一次的 世卫组织专家的调查 查完之后 其实也没有结论的 究竟病毒源头在哪里 没有的 因为有个达沙克 达沙克在那个组织里面 就是在那个专家组里面 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好了 别人说酝酿搞第二次调查的时候 已经大陆都不给了 那何谓说有配合到这个调查呢 是不是呢? 你第一次给他来的时候 原来是那个自己人来的 到第二次 别人说再派那些人去 那就不给了 这个很清晰的嘛 好了 至于毛宁又说到 当前国际科学家有越来越多的线索 就将病毒源头指向全球的范围 包括对于美国在德特里克堡 和世界各地的军事生物基地 提出了疑问和关切 美方应该尽快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 邀请国际的专家去到美国进行 数研的研究 及时公开透明和国际社会分享研究成果 这个部分其实就等同于向美国脱锅 将波将责任抛回美国身上 尤其是说什么德特里克堡 这些说法就最多小粉红 最多蓝丝来去拜的了 最早期的时候他们就赖武汉军人运动会 就说有些美军的参与人员 就将病毒带了到武汉 于是乎在武汉爆发 奇怪,那为什么那几个美军的成员 他自己没有感染的呢?没有爆发的呢? 在美国又不是率先爆发的呢? 这些是说不通的 好了,那个阴谋论又说另一个了 又说德特里克堡 这个是很多蓝丝都在那里跟着说的 德特里克堡在哪里呢?那帮人都不知道 真是说什么鬼才行 如果大陆是有证据证明得到 美国是首先传出来的 那你就做一份报告出来 给全世界看看吧 问题就是 现在按照所有已知的事实 第一个大爆发的城市就是武汉 而且病毒的传播能力是这么强的时候 如果武汉不是第一个爆发的城市 那又会是哪一个呢? 因为是掩抖不了的 如果是中国以外任何一个城市爆发 就爆发了很久了 就用不着等到大陆爆完一轮之后 再经过飞机 然后再传播开去呢? 那如果源头不是大陆 那是哪里呢? 那当然要查啦 那大陆经常说不是不是 那是来自哪里呢? 是不是? 第二 中方就坚决反对借溯源的问题 搞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 情报部门搞科学问题 本身就是把溯源的问题政治化 基于美国情报部门造假 欺骗的劣迹斑斑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可信度可言的 美方再次翻炒实验室 洩漏轮 抹黑不了中国 中国只会进一步拉低了自身的信誉 他说人家那些全部是假的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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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问题就是 反对借溯源问题 搞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 那澳洲那时在 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 要对于病毒溯源的问题 进行调查 后来澳洲是遭到懲罚的 又说禁止他们的进口 那算不算政治的操作 对不对 澳洲那时是很猛的 那时还是莫里森 就是自由党政府 那时他第一个牵头说要搞 后来当时的澳洲外交部长说服到非洲联盟 那几十票支持 所以才促成到 这个世卫组织专家组去调查 第一次 所以后来澳洲就出事了 在竞贸上 当然他那个乱业后来 他自己有方法解决得到 索性就减少对华的贸易依赖 但是你说政治操作这个算不算 对不对 所以就 好 接着我们来看看 就是美国首富 现在又不是世界首富了 有另一个取代了他 那也是首富 是美国的首富 马斯克 那他就在Twitter上 那边转发了一条文章 其实那条帖文原本不是他写的 那条帖文是说什么呢 就是质疑为何这个白宫的防疫顾问福奇 他是要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些研究 那么 Elon Marks 去转发的时候 他其实有一句comment 有一句评语 他就说 是的 福奇就是透过生态健康联盟 Eco Health 这个中间组织 来课水 其实他说这句话 有什么问题呢 他也是反映着基本事实 福奇一直在美国的政界里面 都是很多人批评他的 而且在他那句话里面 他只不过是针对福奇本人来做一个评论 他没有说他点名中国什么 虽然他转载那篇文章 就有提述到 什么病毒是从实验室里面洩漏出来的 但是 其实马斯克本人是没有就着那些部分 来做任何comment 他没有说是呀 他没有说认同 他没有说是呀 从武汉实验室洩漏出来的 他没有这么说 原本那条铁文就是有说这些 但是不是他本人说的 他转发而已 原来这样也不行的 《环球时报》立刻出了一篇文章 点名来炮根马斯克 那篇文章就说 尽管有些人可能会认为 马斯克发表这些言论 只是在攻击福奇 他没有直接点名说中国 但是 马斯克在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 所转发那篇贴文 以及 被他转贴的一个美国右翼网红 几乎都在把病毒来源 和中国挂勾的 同时 马斯克的这些言论 还被那些 敌视中国的美国右翼网红 和反华媒体 不断用作了 栽赃中国的素材 那就是说 他转发都不行 那大哥 他作为一个首富 言论自由的空间 不是真的这么低 他转发这条贴文 都被人炮根 官媒说他 扎中国的窩 就吃中国的饭 而且 很奇怪地 在当日 《环球时报》出这篇文章的 那一天 微博上是积极地配合 舆论造势 竟然在微博二手榜上的第一位 那个题目是什么呢 叫做推特崩了 崩就是架崩的崩 崩溃的崩 他就说 推特 就是这个Twitter 有一个半钟头上不了 那就奇怪了 大陆一向不翻墙都上不了 有什么好说呢 我也不明白 一个你本身 都不愿意给民众 自愿上去的网站 你怎么会 关你什么事 我都不明白 然后 连宵带打 乘机就唱衰 Elon Marks 老实说 这些行为 在外国的投资者 和企业的眼中 只会越客越走 看完之后 原来他在你那里投资 做生意 老实说 马斯克对于中国的态度 已经算是很友善 又在上海那里切厂 是吧 他无论那个销售的部门 生产的部门 都是高度依赖中国的 哇 真金白银走去切厂 然后他稍微说两句话 share一些贴文 又被你罵 世界首富曾经是 现在还是美国首富 都要面临这些对待的时候 其他的财富积累都没有那么多 牙力相对比较弱的 影响力较小的 那些就直接跪下 他还发什么言 直接不用说话了 所以 只会是是不是要乞跑外资呢 现在大陆经常说 要在疫情之后 重新吸引那些外资去投资 你怎样吸引呢 你这样去 上纲上线 你讲一句话 你就点名咬别人 喂 做生意那些 他当然要确保营商环境 是要友善 和是够稳定才行的 不会因为自己说错一句话 就被人针对的 骂得狗血淋头 甚至乎 盘生意还不知道 是否能保得住的 那你怎样吸引呢 这些是很吓人的 看起来就好像没什么 就当笑话那样看 大佬人家外资企业 真金白银队 几十亿下去投资的时候 就不是这么说的 你吸引人家还说 赶客就有 马斯克就应该不会赶走他的 因为赶走马斯克 其实对于大陆的经济 都会有很大的打击 问题就是其他那些小厂 那怎样呢 是不是 那些都跪在那里都不行 原来说错一句话的后果这么严重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